好 記得幫我們按讚應援 接下來國際消息 俄烏戰爭就這樣打了51天 什麼時候才能夠終結 現在俄羅斯的大軍還沒完 現在美國衛星拍到了 他們在往烏冬集結 是不是如美國情報所說 普丁要拿下烏冬 再來俄羅斯指控說 烏克蘭非邊境炸毀了民宅 你看這個民宅很明顯的 這應該都是被炮彈襲擊的 變得殘破不堪 只是現在國際之間問題很多 大家已經開始感受到 戰爭的後座力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什麼東西都漲價了 油漲爆了 你知道嗎 在歐洲他們現在的能源費用 跟先前比漲了50% 然後美國自己通膨 他們也快hold不住了 但是拜登這一句話 直接把所有的責任 通通推給了普丁 他說美國油價標漲 70%都要怪普丁 但是油價標漲當然有很多的問題 戰爭是一個 還有制裁也是一個 那現在還有美國國防部長 美國國務卿 現在有沒有可能高層去訪基輔呢 先前其實有很多國家的 這個元首領袖都去訪了基輔 因為直接到現場去看戰地 但是拜登說什麼 他就是沒有要去 現在馬克宏居中一直在調停 希望這場戰爭趕快落幕的法國馬克宏 他就批評拜登說 你提出來種族滅絕說 你這只會身高口舌之爭 會增加推動和平的困難 在今天就有這個畫面了 俄軍的黑海軍艦 莫斯科號說爆炸起火 而且整個畫面都被拍到了 那俄國的國防部今天終於證實了 這莫斯科號真的是整艘已經沉入海中 這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大重擊 那美國的中情局就發警告 說普丁在遭受一連串挫敗之後 可能會使用戰術性核武挽回掩面 俄軍黑海軍艦旗艦莫斯科號 發生巨大爆炸起火 船艦嚴重受到損害 俄國國防部證實 莫斯科號在前往克里米亞半島維修的途中 已經沉於大海 無方宣稱這是物軍發射兩枚自製海王型飛彈的結果 雖然沒有得到俄方證實 不過英美認為具有可信度 莫斯科號艦長168公尺 最大速度可達每小時59公里 可容納680人 並且搭載多種武器 有16枚的巡弋飛彈防空系統 短程飛彈 反潛火箭以及箭炮魚雷 現在沉沒海底使俄國在黑海的戰鬥力大減 而烏克蘭的突襲還不僅於此 俄方指控烏軍出動軍用直升機越過邊境踩地空飛行 對俄國新南部邊境城鎮克里摩佛的住宰大樓 進行至少六次的空襲 造成六棟建築物受損 七人受傷 不過美國的中刑局發出警告 普丁在遭到多方挫敗之後 可能會使用核武來挽回顏面 目前俄軍將部隊重整大舉集結烏東 烏克蘭也展開動員派遣精英部隊朝向烏東前進 預計雙方即將開始展開空前激烈的戰鬥 記者綜合報導 那美國總統拜登在十二號的時候 指控俄羅斯侵略根本就是種族滅絕 不過這個說法法國總統馬克宏 兩天之內兩度批評 他說拜登用這樣的詞彙 只會增加他推動和平的困難 見時期拍下 一輛轎車緩緩倒車 後方建築突然遭到多點轟炸 冒出亮光濃煙 CNN報導影片中的武器 可能是遭到國際禁用的極速炸彈 俄軍也公布影片 表示他們在24小時之內 成功摧毀烏克蘭七個軍事基地 俄軍大規模集結 烏東大戰三與一來 拜登首次使用種族滅絕 形容普丁的侵略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表示 這個用詞完全正確 英國首相強森也曾經隱晦表示 普丁的行為看起來跟種族滅絕 沒有太大的差異 看似口徑一致 但歐洲大國可不這麼認為 馬克宏的說法引來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批評 這樣的言論讓烏克蘭人非常痛苦 而截至4月12號為止 聯合國難民署統計 已經有超過470萬難民逃離烏克蘭 英國決定將所有非法移民 轉送到6000公里外的東非 雖然首相強森沒有直接點名 但這項全新政策 讓烏克蘭難民的處境更加艱困 而近期也爆出尋求避難的烏克蘭人 只能從墨西哥邊境進入美國 前提是他們還必須被認定 特別脆弱 美國公布最新數據 國內通膨率達到40年來新高 拜登多次把通膨問題怪罪給普丁侵略 藉此捍衛自己的施政 並在其中選舉上打一場勝仗 不過國內問題遲遲未解 這張俄羅斯牌的效果能夠持續多久 還是必須等到選舉結果出來後才能得知 記者劉家宇報導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